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我知道店长 我现在马上过去 店长 店长 对不起 没关系 是我不对 是我有眼无助 没发现你这尊大神 店长 您生气我能理解 可是您别说我是大神啊 你不是大神 你是什么呀 您是姑奶奶 您是大小姐 不是 店长 你还是骂我吧 您别说这些 我怎么敢骂你啊 你上班时间想来就来 想请假就请假 这个班上得多快活呀 店长 我真的很抱歉 我知道随意请假 会给您员工调度上带来很大的麻烦 也给您带来很大的困扰 我会深刻做监讨 我保证下次再也不敢了 想得没有 还下次 我跟你说 已经没下次了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 你被炒鱿鱼了 店长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您看 我都工作了这么久了 我对工作流程也很熟悉 我动作也很快 我做的咖啡也很好喝 而且我对顾客更是 说到顾客我就来气了我 连端一杯咖啡都能撒到顾客身上 这种服务员我们能要吗 从现在开始 你跟我们咖啡馆没有任何关系了 请您另谋高就吧 我们这种小店请不起你这尊大神 我 店长 我求您了 亲爱的 我们今天去哪里啊 要不 我们去喝咖啡怎么样 好嘞 我跟你说啊 那个衣服很适合你的 说啊 你肯定不好看的 我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德行了 怎么什么倒霉的事情 都发生在我身上 我 我 我该怎么办 喂 师哥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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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就像他们说的 我不是本课毕业 我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我只是自己爱图图画画而已 你说这样的东西 真的能上得了谈面吗 看看 又来了 我刚刚劝你不要灰心丧气 你怎么就不听我劝呢 我现在真的是对自己 完全失去信心了 师哥 师哥 你干吗弄烂我头发呀 你看你 现在不就有精神了吗 就让你不要灰心丧气 打起精神来 坐直 坐直了 你仔细想想 你这次没有取得成功 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行 而是有人在你的策划案上 动了手脚 所以红莹啊 现在这个时候 你不应该灰心丧气 还是要查查到底是谁动了手脚 把这个人找出来 这个我翻来覆去也想了好多次 你说这油盘从家里到公司 一直都在我身上 到底什么时候被拿去 被什么人拿了 我真的想一想不透啊 我帮你 我说我帮你啊 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追查到底 有人敢欺负我的小师妹啊 我一定饶不了她我 有师哥真好 谢谢你啊 来 喝了这杯酒 我们一起勇往直前 我今天不但没有通过白胡的考试 连咖啡厅的工作也被辞了 你说我今天出门 是不是老天爷没有通知我 怎么到处都是坑啊 我周红莹不往前 看来只能趴着了 我不让你放心吗 有我这个当师哥的在 我告诉你 他就算是再大的坑 我田也把他填成平地王 好 来 一起加油 干杯 干 阿爸 我回来了 好玩好玩 我们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吗 来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怎么会有女孩子的笑声啊 难道哥带女朋友回来了 你猜 我手里现在有几颗 有 慢着 不该我猜了呀 刚刚你作弊呢 你才作弊呢 我不管你输了 你吃 好好好 我吃我吃 不过呢 你得喂我 好好好 来来来 好 我喂你 喂 你真的作弊啊你 别这样 你还敢打我你啊 你打我 回来了 回来了 这位是 我给你介绍一下 周弘英 我妹 你好 我是周弘英 你好 但是呢 我不叫我妹 我叫杨若珊 叫我若珊就好了 你 若珊不好意思 打扰了 不会不会不会 非常欢迎你来 以后只要你有空 你每天来都可以 因为只有你来啊 我哥他才会准备 这一桌子的好菜 要不然他平时饿的时候 都是吃方便便 下水饺 他不腻 我都腻了 真的啊师哥 这样多不健康啊 你这太好吃了 哥 你真厉害啊 太好吃了 真是偷了嫂子的福啊 不 你别乱说啊若珊 好了好了 你不是还没完成作业吗 赶紧回房间做作业去啊 我又不是小学生 哪有作业要做 我要吃饭 那阿姨 若珊你听话 哎呀你走开 我要吃饭啊 我不是给你零花钱了吗 这里没你的饭 好了好了好了师哥 这里菜这么多 你居然若珊留下来吃嘛 人多吃饭更香啊 我就知道红颜姐最好了 不像我那个笨老哥 别得寸进尺啊 我听不到 我就是要吃 笨老哥 快 我不让你吃 这是我做的菜 我不让你吃怎么样 我就是要吃 你吃啊 来来来来 来啊 那你吃 给我 你帮你我 我就不给你吃 来啊来来来 我就是给你吃 红颜姐你看他 你有本事求我呀 师哥 你吃了 你求我也不给你吃 来来 你讨厌 你讨厌 我看他也不顺眼 听说他总在你爷爷面前 一边捧 一边吹嘘 他自己能力有多强 对别人的态度又特别差 我一看到他那副死德性样 就觉得恶心 像他那种人哪 其实什么能力也没有 装 懒 笨 编借口倒是挺厉害的 你认识周红颜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他啊 他跟我是完全不同档次的人 可是人的质地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从他平时的表现推测推测 是有根据的猜的 我再表演一次给你看啊 这到底什么呀 犀牛 犀牛啦 真的是犀牛 怎么可能啊你 刚才的 那明明就是一头猪嘛 犀牛 我表演的明明就很像犀牛 霍音姐 你说是不是啊 是 是 你刚才做的不就是犀牛 犀牛呢 那明明就是一头猪 哦 好啊 你不肯认输还骂我是猪 我要加倍弹你额头 哎哎哎哎 停停停 这局不算 不算 快点让我弹 认识无输 快点 行行行行 我服了你了 那 那 那只能弹一下啊 两下 你是不是女生啊 力气这么大 疼死我了 活该 活该 哎 行啊啊 杨若珊 你不顾兄妹情义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啊 啊 啊 不要啊 你还敢打我啊 你还敢打我啊 我还敢打我啊 你给我出来 我不要 行啊 你不出来的话 我会加倍奉还的啊 你给我出来你 洪英姐 你看我哥了 哎呀师哥 你就让若珊谈一下嘛 如果谈一下的话 你就会变得更帅的 好 今天我看在洪英 给你求情的份上 我就饶了你我 来 洪英 咱们两个再干一杯 好 干 干 来 哥 你也太偏心了吧 不认输又挠我痒 现在洪英姐一句话 你就什么事情都没有 到底谁才是你亲妹妹啊 你 你无聊不无聊啊 还真跟错你 行了行了 赶紧回房间写作业去 去去去去去 我不要 你还得给我干一杯 好 行 那我就给你干一杯 不过呢 你必须先赢了我 你还想比什么 比 比掰手腕 这不公平 你男我女 你大我小 那我俩两只手 我好羡慕你啊 羡慕我什么 羡慕你们兄妹 感情这么好啊 谁跟她感情好啊 她就会欺负我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她就喜欢 在嘴巴上欺负我 其实呢 她对我很好 她都会让着我 护着我 就算我做错事呢 她会先把我骂一顿 但最后啊 她还是会站出来 替我顶罪 让妈妈处罚 看来 你有一个好哥哥 我这个哥哥啊 就是太死心眼了 只要认定了谁 就用一股劲地 对那个人好 不说我哥了 来 我们喝一杯 欢迎你常来我家玩 别聚紧啊 好 卢山 谢谢你今晚 和师哥的招待 特别有意思 我也觉得非常开心 虽然第一次认识你 却有一种 一见如故的感觉 我也是啊 看来以后 要常常打扰你们了 欢迎常来 这样吧 我送你去车站 不用了 我自己一个人可以 你快上去照顾师哥吧 那好吧 那晚安啦 晚安 拜拜 拜拜 路上小心啊 你快上楼吧 走啦 拜拜 拜拜 走吧 我送你回去吧 你要开车啊 嗯 不好吧 我们都喝了酒 还是打车吧 好吧 我打电话叫我司机过来 不要叫了 等司机来 还要好酒呢 我们自己打车回去不就好了 好吧 走 你给我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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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撤我的疯啊 你给我拿来 你还给我 你不要撤 还给我 你不要撤 抢劫 抢劫 小心 来 众琳哥 你确定 不想我帮你打车吗 不用了 我自己处理 你赶紧回去吧 那你千万不要开车啊 好 我知道 上车吧 再见 拜拜 好 当心啊 再见 再见 你放手 把包还给我 给我 你为什么要放我 你为什么要放我 住手啊 动手啊 喂 你 你没事吧 快起来吧 快起来吧 你走开啊你 你是真的被抢 还是故意要害我的 对不起 你鞋子丢我 有没有搞错 对不起啊 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本来是想丢 那个抢劫的人 我没想到会丢到你 你没事吧 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 别别别别别别碰我 你离我远一点就好了 碰到你真是倒霉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每次遇到他都闹得鸡飞狗跳的 我这次真的要完了 看来 我跟白狐真的无缘了 我就知道 拉冲帘这桩有效 我头怎么这么疼啊 昨天晚上是不是喝太多了 鞋子是多啊 简直不省人事 哥 你的酒量连我都不如 简直训毕了 你该好好练练 行行行 你厉害 你厉害 你是女中豪杰醒了吗 对了 那红莺呢 红莺在哪儿啊 她们有喝多吧 一醒来就想到红莺姐啊 你别闹了 你镇静点儿行不行啊 快说 红莺姐自己坐公交回去了 你不用担心 好了 我要去上课了 早餐放在桌上 记得吃啊 行啊 快迟到了 快去快去 对了哥 有件事情忘记告诉你了 就是今天我去学校 把宿舍给退了 我想搬回来住 我当什么事呢 我同意 拜拜 拜拜 晚点见啊 这个珊珊也不知道收拾一下 服装设计这个行业最痛恨 最唾弃的就是抄袭 你还没成为设计师 就开始抄袭了 我看你还是改行吧 不 我看你还是回去做你的老本行 乖乖地做你的服务员吧 因为那个最适合你 拿着你的油盘赶紧滚 好 不应该啊 按照红莺的才华 还有能力的话 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 何况这策划案 做得这么粗糙 不应该啊 难道 难道 周玉慧 喂 师哥 红莺啊 我找到你策划案 被人动手脚的原因了 什么 那你快说呀 你认识一个叫周玉慧的人吗 你策划案文档里的隐藏名字 竟然是这个人 红莺啊 我不知道这个周玉慧 为什么要陷害你 我也不知道 他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档案的隐藏名字 就是铁证 要不这样吧 待会儿 咱们在白湖附近见一面 商量一下该怎么办 红莺 红莺 喂 喂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红莺 喂 喂 这个红莺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红莺 你 看我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篡改我的策划案 你一大早没睡醒还是怎么了 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啊 我什么时候篡改你的策划书 你又有什么证据在哪儿诬赖我 少给我在那边含血喷人了 我胡说八道 我含血喷人 在优派里的隐藏作证 周玉慧三个字写得清清楚楚 你还在这里装不懂吗 真是该死 我怎么忘记改那里了 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让着你 但是这件事情不行 你现在跟我走 去跟白虎大师说清楚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做错事情要道歉 污赖别人要悔改 这么简单的道理 连小孩子都知道 你到底走不走 我不走不走就不走 看你难我怎么办 好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去白虎 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清楚 你敢 你以为会有人相信你的话吗 周朝朝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找红莺 你要敢这么做的话 我一辈子跟你没完 快 发生什么事了 走 快去看看 玉慧啊 她跟妈说怎么了 妈 你快救救我 红莺面试没有通过 她非要把七三在我的身上 你说是我陷害了她 她还要去白虎三国谣言 妈 她已经出去了 你快救救我 赤寻心抱子打了她 反了 白虎大师 糟了糟了 你们看 红莺在追踪市场的车子 爸 你开快一点哪 再闻的话 你女儿的前途就没了 你倒是快点 等一下 白虎大师 白虎大师 喂 喂 白虎大师 慢了 快点哪 白虎大师 等等 白虎大师 白虎大师 等等 等一下 бел虎大师 冷貌 看什么呢 ci 好像遇到一个熟人 肯定是周虹一没错 这个南产鬼 她芝禹又想干嘛 妈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把你养这么大 你不知道感恩 反而学会恩将仇报了 还敢无限与会是吗 妈 明明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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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烦那么大火 妈 怎么了 我们亲生女儿 受了委屈 没见你安慰半句 我说这东西半句 你就受不了了 周百胜 你的心长哪边了你啊 妈 你别骂爸了 这两个孩子都是咱们养大的 你公平一点好不好啊 你还敢证我公平一点 你看不到他怎么欺负我们 与会了是不是 就是 周百胜 我告诉你 我忍够了 你要是敢上白湖去 胡说八道的话 我告诉你 你以后就不用再回周家了 还有你 周百胜 你们两个都给我掂量掂量 妈 你别再妈爸了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妈 对不起 别叫我妈 我没你这个混账女儿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的话 我连你们两个一起赶出去 听见没 好好好 雨辉 我们走 我会走 爸 我没事 是 您好 那会儿记得要有礼貌 一切交给妈来说 知道吗 妈 你一定要帮我 那还用说 来了来了 妈 白董市长 周太太 您好 正想去找您呢 没想到这么巧 在这儿碰上您了 八爷也好 徐叔叔好 仲林哥 不知道周太太 来我们公司有何贵干呢 我是专程带玉惠 来谢谢白董和仲林的 让玉惠能有机会 进贵公司的设计部学习 您言重了 这都是你女儿 她的条件非常符合 我们公司用人的标准 我也没过多的关照 对啊 对啊 谢谢董事长认可 我记住了 玉惠啊 你一定要记住董事长的话 以后在公司 要踏踏实实地做事 可千万别心寸侥幸 知道吗 知道了吗 周太太 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 董事长 我还有个会要开 是赔了 好 再见 董事长 董事长再见 来 董事长 哎 杜林哥 那我明天来上班了 好 来 哎 是 好 这么多年 爸一个人的时候 常常在想 如果当时不把你抱回来 就好了 爸 这谁嫁的孩子 咱们家的呀 好啊 周百姓 你敢背着我 在外面偷人 还生个女儿回来 老婆 你听我解释 这不是我生的 不是你生的 师父 你是跟外面 哪一个臭女人生的 四没良心的你 老婆 老婆 你听我解释 这不是我的孩子 那是谁的孩子 是我领养的 领养的 老婆 别生气了啊 你看啊 咱们努力了这么久 都没有结果 干脆啊 领养一个 以后啊 就不用担心 生孩子的事了 这个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啊 我生不出孩子 你就要领养一个 那将来你看 我不顺眼了 你也要带回来一个吗 老婆 我是看着你 每天喝那个中药 心疼你 所以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你不要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 好不好 不哭 不哭啊 不哭 爸爸和妈妈吵架了 你不高兴了 是不是 你不开心了 不哭 不哭 乖乖乖 爸爸爱你啊 爸爸喜欢你 好可爱啊 你看 我一逗他就笑 红英啊 爸爸真的是觉得对不起你 如果当初被别人抱走的话 你现在的日子 过得不知道 比在我们家要好上多少倍呀 爸 这么多年 您一直养育着我 爸都看在眼里呀 只是没有办法 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你妈心胸小容不下你 把玉慧灌得不像样子 红英啊 就算是为了我 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好吗 爸 我了解 这么多年 您一直维护我 保护我 也为了我受了不少的委屈 我都知道 放心吧 爸 这件事情啊 爸爸绝对相信你是无辜的 对于玉慧的做法 我也不是很认同 可是 这事关玉慧的虔诚 爸爸能不能恳求你 原谅他这一次 就算爸爸欠你一个人情 你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会听的 工作的事情 我再找就是了 你放心吧 爸爸真是没脸和你说这些 这个家 亏欠你太多了 爸爸只希望你嫁一个好人家 好好地过日子 爸 爸 爸 以后不管我做什么 您都是我的好爸爸 我都要好好孝敬您的 好 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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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爸 这位是博彦师哥 叔叔好 好 侯英 我把那个油盘带过来了 我们赶紧去把事情说清楚吧 好 师哥 你先陪我去买点喝的 走吧 我到底有矿泉水 没事 爸 我们先走了 走 这 侯英啊 您拉我去哪儿啊 你跟我走就是了 走 侯英啊 侯英 你放手啊 你放手啊 侯英 公司在那边 咱们往这边走 难道不去公司解释一下吗 我决定了 不去白湖企业了 你说什么 你不去白湖企业了 这是一个唯一可以让你洗脱冤屈的机会 你说放弃就放弃了 好 我刚才已经答应我爸爸了 所以我不去了 好 侯英 这事跟你爸爸有什么关系啊 你叫周虹英 那个陷害你的女孩 叫周玉慧 你们两个都姓周 难道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她是我妹妹 什么 她竟然是你的妹妹 闹了半天参加面试的周玉慧 会陷害你的周玉慧是同一个人 她是你的妹妹 所以她才有机会下手 真没想到啊 那天参加面试的竟然是你的妹妹 可是你看她对你的态度 哪看得出你们俩是姐妹啊 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哪像你妹妹 你也知道 我从小是被养父母养大的 玉慧又是我养父养母亲生的 而我养父一直对我很好 他唯一要我做的事情 我怎么能拒绝呢 现在我明白了 所以你怕你爸爸担心 才没有追究这件事情对不对 红衣啊 对不起 我现在没有能力帮你太多 不过我一定会努力让你幸福的 没关系的师哥 既然这次应聘白湖设计师我失败了 咖啡厅的工作我也丢了 那就代表着我去应聘别的设计师的机会来了呀 好 那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 不能在一条路上堵死 那我们就去其他大的设计公司里面去面试 怎么样 好啊 有你陪着我 我也多添几份信心了 好 有我在 你就放心吧 那我们现在就去 走 走 温衣啊 我们呢 先回去拿简历 然后 直接去应聘 不错 不错 刚看了一下你的那个简历跟作品集 虽然你没有经过这个正规的专业训练 但是自学了二十年 能画出这样的设计图 真的很不容易啊 谢谢您的夸奖 能当设计师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会继续努力的 不错 不错 请你 我听说这个叫周弘英的小姐 之前参加白湖企业的设计师招聘 居然盗用了一些 其他名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呢 这件事已经在区内传开了 怎么样 红衣 红衣啊 不要沮丧 天无绝人之路 总能找到心上的人的 说不定啊 下一个公司才是你的伯乐 谢谢你了师哥 不过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心情 再去下一个公司面试了 既然这样 不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暂时保密 红衣啊 我不到这边看看 这是大刀啊 做得真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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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啊 你看这个啊 这个是羊啊 好像你啊 做得不错啊 是啊 去那边看一下 哇 师哥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聚宝盆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啊 亏你在这儿住了这么久 还不知道 这条街上的东西啊 都是淘汰下来的 商家自已成立之后 再拿出来卖 有些整合 跟新品没两样 一堆喜欢淘二手货的买家呢 经常定时会到这里来淘宝 你看 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 谢谢你啊 师哥 有什么好谢的 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啊 本来我今天很绝望了 觉得自己这二十几年 就像白活了一样 可是我现在到了这里 我看到这么多人都跟我一样 我觉得他们把这些别人不要的 或者是不需要拥有的东西 都回收起来 重新包装 赋予生命 还可以拿来赚钱 嗯 又让我对希望有了新的认识 师哥 谢谢你给我挣能量 红颜啊 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这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不是超跑 不是钻戒 也不是豪宅名牌包包 而是给朋友带来希望 如果你真想报答我 那将来 如果我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就请你给我一点点希望 没问题啊 可是师哥你这么厉害 我 我可以做得到吗 红颜师妹 你不要妄自菲薄 你要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 在你的心里面都要坚持一个信念 这样的话 你的人生才充满了希望 好 知道吗 嗯 多谢伯彦大师的鼓励 红颜谨记在心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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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可zie